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款这个 毛衣链 用到的珍珠有这个罗文的8-9的铜头 还有一个 异形珠 是一个铜镀金的一个异形珠 还有一个4米的这个铜镀金 光珠 还有一个流书 米色的流书 还有用到这个珍珠线 工具有针 还有剪刀 还有 卷尺 是量一个长度的 好 现在开始 首先 拉线 首先 拉线 我们做的这款 是28英寸的 拉线 要拉2个28英寸的线 拉线的话 要拉2个28英寸的线 拉线 以后 大截 我们先拉线 也好 inclusive 我们先沾下旁边 然后再来 我们先沾下旁边 可以 然后再来 上针 我们也可以过线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快一点 在银行那里扣了吧 不是 交现金或者卡账 你还能管啊 我都要去那里交的麻烦 然后你再让一整边 icky ZBroth 拿着来 把给人全部放一点 没有啊 然后还井白 没有 材料 胖子 以后穿一颗光珠 因为我们的珍珠 这边过了一半 以后穿一个光珠 再穿一个异性珠 然后把它摹起来 然后贴面 开始来走了 假象最近厕所 就像废完一点 今天这么多点关注我 所以要不好买的也要不好买 好也不能好买 也有好买 也不是买东西的估计也是 一样卖东西 好过没有 好的 好的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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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好 好 以后这里就传到7英寸 因为我们这里要掉一个流疏的 所以只要还掉传多一颗 这两颗要回撑的 好了 现在珍珠已经传好了 下面就是打结 对 來吧 我们从这里 先拿一颗珍珠上来到这里 以后就这样 我们先拿一颗珠上来 肌肉的膝蓋 到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手法 搭接 量一些长度 我们做28英寸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对折两条量一下到14的位置 14英寸的位置就够了 然后就打结 再用大火机烧一些线 以后 以后这边就是做一个流收的部分 再来线 把针绑上 穿一个光珠 再穿一个珍珠 再把这位异性就穿上 我会做一个珍珠 I bought this jewelry jar at a friend shop last week when I was there sourcing for clothing and jewelry I paid $35 for the jar and I did feature it on the video that I posted on March 7th so if you'd like to check that video out you'll see other items that I bought that day at the first shop We are going to unjar this jar today together I found this one particular piece kind of interesting which is why I bought the jar otherwise it wasn't anything really that I thought was promising but these are always a risk and I felt like taking a risk last week 穿它了,以后上了扣 以后我们把这个线这样打扣着 套進來 在珍珠的位置打個接 以後這邊就把這個連書給打上去 把這個線傳到這個方式 這裡 所以今天我會和你們說 把這個線傳到這個方式 就是這個尖使喇 什麼工具 Хотя真的 你們要來些成功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wrap the pearls onto the leather and I'm also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attach the clasp on either end so we can make them into jewelry now you're going to need a few supplies it's left, really simple and not a little tools involved you're going to need a plush card and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attach the clasp on either end 好了,这流舌都做好了 以后 在他们这个中间刮上去 就是这样完成了 以后这个也可以拿下来 也可以放一段拿下来 可以刻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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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